今天我要带你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二十几年的老屋 在二十几年前 如果有挑高四米二楼中楼的格局 在当时呢 是一种非常时髦的建筑物形式 不过我想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 你要在市场上找到这种 又挑高四米二 又是楼中楼的房型 也已经很少了 当然咯 这种挑高的房型 我个人觉得 它最适合张星的美式风格 因为它可以让美式风格的线条 还有一些家具跟颜色 在这个空间当中得到很大的发挥 张星设计师这一次要挑战的是 二十多年的老屋大变身 它如何善用挑高的格局 呈现经典的美式设计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空间呢 一进来就会让人耳目一新 毕竟呢 像这样子一个空间 已经很少见了 而且这样的空间 进来就心旷神移 对 当初屋主啊 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我一张照片 你的照片吗 应该是我房间玄关的一张照片 OK OK 那张照片呢 其实它背景是一个淡绿色的壁纸 可是它整体的感觉是很温馨的 可是在桌台上啊 它就放一些银制的相框 它就有一点点的华丽度 这就是对到它喜欢的那种味道 所以是既温馨又带点华丽 是它对你的空间风格的第一个印象 对 但其实我也知道 虽然第一眼看照片就喜欢你的风格 但是我知道你画图的时候 也不是说第一次就OK了 对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给它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风格 就是有温馨 可是华丽度是后面 可能用配件的方式去产生 然后它就会觉得 好像不够华丽耶 然后它就拿了一张 非常华丽的图给我看 那就跟它之前讲的是有落差的 但是其实我知道它并不适合 这么华丽的风格 然后没关系 我还是把那个线板那种华丽的堆叠 就是画出来给它看 第二次对不对 对 然后它又觉得 那样太华丽的 它又觉得它没有安全感 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 因为它是 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嘛 那它先生就是在外面工作 然后它等于是 整天在家的时间很多 所以我会希望说 它的空间其实不要太华丽 因为进来在这里会有压迫感 对 所以重点就会变成是 你给它的建议 就是我的空间 稍微比较温馨简单 它的华丽度就放在它的 一些单品上面了 对 那其实这个又讲到 我的设计风格 582 就是干净的基底 那当然就是在整个设计过程 我必须花一些时间告诉它说 你的空间的基底干净就可以了 那后面再来加天津这些华丽度 就即便是说刚 客厅刚做好的时候 它就说不够华丽 不够华丽 我觉得不够华丽耶 可是我说你耐心一点 等东西慢慢进来 其实就有了 你的屋主通常都会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又觉得说 对 原来你梦中 跟你心目中的蓝图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今天这4米2的挑高空间 我知道在20几年前 这样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格局 它通常会把主人的私领域 放在楼上的空间 对 可是你的规划是整个重新 再来重新颠覆了吗 对 因为原先它的主卧室是在楼上 然后现在呢 我们经过重新的格局分配之后 主卧室我把它调到楼下来 原因是呢 以往这边可能是一家人 可能他跟小孩 全家人一起住的空间 那现在小孩大了 搬出去啊 出去工作了 那这个空间其实 主要其实是两夫妻在生活跟相处的 那如果说主卧室又还在楼上 他每天这样上上下下 其实是不方便的 那就是变成是说 楼上呢 就留给小孩子偶尔回来的时候住 那楼下呢 就是他跟他先生两个人 共同的生活空间 OK 好 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个挑高4米2的空间 对于美式风格来讲 这是难得一见 然后好发挥的空间 对 每当我们吃到一个东西 比方说这个东西草莓口味很重 我会说哇 好草莓喔 像今天这个玄关我想讲说 哇 好玄关喔 对 这整体的玄关啊 我就是让它有一个独立感 然后所以就是 你看里面的话 它可能是走大地设 可能是用刷漆的方式表现 可能在玄关呢 我只能用壁纸然后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你看呢 在玄关进来的这个端景 就是它想要的一个精致度 滑丽的感觉 很滑丽的感觉 对 然后呢在这个镜面的话 我整个做拉高的设计 整个玄关是挑高的感觉 所以进来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大气 但是温馨的味道 我想说一般人的玄关 壁纸顶多可能贴一面 对 可是这边因为挑高的关系 它整个三面都用壁纸然后贴到顶 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好玄关喔 对 OK 来我们进到客厅去看看喔 哇 这个客厅任何一个人进来 就会像我开场所说的会耳目一新 然后觉得心旷神仪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客厅 对 因为这个客厅的挑高够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每次线板的呈现 其实可以大大的发挥 对 所以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壁板 你看像壁板这样 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很少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加一些石木线板进去 然后你就从壁板一直往上延伸 到整个天花板的线板 然后它会有一些层次 那当初因为它在讲说 它想要有纹形可是要有一点滑力度 所以我就特别加了那个牙齿的线板 就最像 你叫它牙齿喔 对 因为这样很好辨认它就是一颗一颗一颗 它就是说有一点工整度 有一点点滑力度 可是它又不会太复杂 对 而且我觉得这盏水晶灯也让空间有那种花龙点睛 华丽的效果 对 然后因为它这个水晶灯其实是原油的 然后我们再重新把它整理过 然后就是我包含就是它想要有一点点的滑力度 我就是加了一个水晶灯的一个底盘 让它呈现一点点的滑力度出来 那调光空间的好处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可以尽量把柜子往上顶 让它呈现那种大气的感觉 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比例不太一样 可能收的大框包含窗帘整个拉顶的感觉 像这边的窗帘其实就有滑力度 然后有大气度 我讲不出来 你的滑力度并不是用它可能金或银的颜色 或者是一些繁复的线条去呈现滑力度 你的滑力度的界定的跟表达的方式 跟别人不一样 对 一般我们可能在选滑力 都会觉得说我可能要有那种 花的那种窗帘那样的布去搭 流苏 金葱 对 可是在这边的滑力度 我只是用那个颜色的堆叠去做 比如说这个窗帘就有四个层次 然后有纱 然后包含这个咖啡色布 我们来做遮光的感觉 然后最特别就是它旁边两个窗帘布 是用两块窗帘布去合并车起来的感觉 那四个层次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层次堆叠出来 而产生的一个滑力度 而不是说可能用一些表象或材质了 对 那说真的 这个蓝白交接车合而成的窗帘 它基本上就是不是用来遮光 它是用来点缀的对不对 对 其实它可以不放下来 如果你要遮光 就是把里面内缘的这一块浅咖啡色的布 往下放就可以了 其实我要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包含张欣坐这张椅子后面的壁板的高度 真的因为得天独厚四米二可以这样子做 甚至是包括我左手边 我觉得你看一般你会看到上下柜的门片可能是等比分 对 但是这边因为我觉得上面是三一吗 其实应该是算三七的比例 三七的比例 对 它看起来空间已经够高了 再加上这样的比例会更舒服 对 相信聊了半天还没听你讲到 今天的屋主到底是什么星座 因为往往你看你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把屋主的星座跟房子座连结 屋主是双子座的 双子座想法很多遍 它就是有两个头脑 觉得这样好呢还是这样好 对那因为当初呢 我们在设定这个客厅的格局的时候啊 其实它 它其实 我有提了一个想法给它 可是那个想法被它给推翻了 后来呢 它就用了第二个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电视柜原本是在那个位置 这是电视主墙 对 然后那个是放沙发的地方 那边是沙发 对那你要知道说 这样一来客厅的格局 就会变成像这样长形的方式 对 对那第一个沙发摆不了 摆不了大沙发 做不出像这样子大气的感觉 因为很窄啊 因为电视主墙宽幅不够 沙发背墙宽幅也不够 对 然后呢就是说 其实当木桌初胚都好了 木桌型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到现场 结果它觉得 还是采用我第一个想法 就把已经做好的东西给撬掉了 重新再来一次对不对 然后呢我的第一个想法 是什么 我们就是把电视柜摆这里 对因为它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接受电视柜在这里 是因为 因为你可能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久了 然后你会觉得 电视柜摆回原来的地方 你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因为我们设计师 是一个客观的角度 去看这个空间 所以我建议它把电视柜摆在这边 那客厅不是变成左右横向 它就拉开了 那你就可以摆漂亮的山人沙发 然后待你的感觉 整个客厅就感觉变得比较大气 而且这个走道的空间 现在开始也可以变成是客厅的福地之一了 富人用福地之一了 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照你的建议把电视主墙放这边 那主墙就用最经典的壁炉来诠释它了 对 因为当壁炉它独立存在的时候 那个壁炉的厚实感 你就要把它做出来 其实当初很好玩的是 就是当壁炉出来了 漆也漆好了 可是它一进来的时候说 怎么没有华丽度 怎么没有华丽度 可是我说你放心 582的设计概念嘛 就是我的扶手还没上 我的灯具还没有上 家具还没有上 所以华丽度其实还不到 可是当整个上去之后 他就说原来就是那个华丽度 是轻轻的被带出来 而不是整间的涌上来的感觉 我觉得你的楼梯变得好好看 它是交错的一个线条 对 而且它的扶手 整个下来的感觉 就延伸到壁炉上 它就把空间整个连贯了 它就不会被断开了 而且这个楼梯的侧面 会跟你空间所用的漆面的颜色 是一致的 我就觉得 582还满好用的 单纯的一个基调 它上面比方说 放上这么华丽的一个纸妆 对 把你感觉出来 刚才站在客厅那个角落 看到这个餐厅的空间 特别是在楼梯斜线条之下 我觉得那个空间就很吸引人家 想要往这个地方来 对 那这个地方是餐厅空间 那我们现在要在餐厅空间 营造的是一种温馨的感觉 所以呢 在餐厅空间 你可以看到就是 张鑫的美式风格 就是我们会看到有 玻璃格子门 有双开门 因为我要制造温馨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个空间贴了壁纸的感觉 那个壁纸就是素养 但是有一点点花色的感觉 看球又不会腻 它不是上下同一张 它其实是两块不同壁纸 对 对 然后就是因为它会制造一个层次感 可是因为它够素养 所以它看球不腻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餐厅 我们会有一个主灯的设计嘛 可是因为大空间 已经有水晶灯了 所以呢 我在这边帮它挑选了一盏 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贝壳灯 那贝壳灯它有一点点 琳琅满目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它的华丽度 是比较低调的 然后呢 顺着我们的这个灯 往下看的这个桌子 我刚刚说过了 582的设计概念 好美的桌子喔 对 582的设计概念就是基底好了嘛 那我们可能加上像桌子这种滑丽度 包含像这种圆背的椅子 它都是带一点滑丽度的感觉 所以空间就是温馨淡一点滑丽度 我想讲的是 这个桌子的配色真的很棒 它会让我想到法式指甲 对 有那种法式的优雅 对 OK 但是你会忍不住的把它当一个艺术品 来好好想想 对 都是我们这边的家居 都是特别为这个空间而去做定制的 OK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餐厅底端 经典的格子门 然后经典的展示空间 但其实章心里面藏了一个小秘密喔 对 你看 这是秘密空间 欸 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储藏空间 跟它留了一个窗井 然后它平常可以保持通风 雅光还可以进来一些 然后包含就是说它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红色布曼在这边 所以打开它也是一个井 这个布曼就像你讲的嘛 冬天的时候可能用红色 到夏天换一个什么水蓝色 对 它就是夏天清爽的感觉了 就是可以留给你自己布置的一个方式 对 还不赖喔 来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书房空间 男主人的专属空间喔 对 哇 这是一个好沉稳的书房空间喔 对 这个书房呢 特别因应男主人走的一个绅士风的书房 那我们外面整个是浅色的空间 戴进来这边是绅士的感觉 它就空间会有一点点层次感 然后包含就是说在家具的选择 在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这个柜子上面 我们就是做一点像烤旧壁板的感觉 烤旧 对 因为它整体走绅士的嘛 那我特别在角落这个单影的部分 让它跳了一个颜色 因为如果再走绅士的话 它整个空间看起来是比较绵 所以我觉得跳了一个颜色 让它会有一点就是视觉的焦点 老实说这个椅子 如果你单给我看颜色 如果我是比较保守的 我会怕怕的 但是说实话 它放到这个沉稳深色空间 还真的满出色的耶 对 其实坐起来很舒服 看起来也很好看 对 那包含就是说在这个书房 其实它将来也希望 有一点点客房的功能 或者是说男主人在里面 不想被打扰的时候 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卷帘 可以拉下来 它就跟外界的空间 就是看不见的 对 那平常收起来的话 穿透感还不错 对 我们说今天这个 挑高四名二的房子 二十几年了 整个格局的变动当中 只有把书房的墙面拿掉 对不对 其他格局动的真的很少 再来一个应该就是 今天主卧室房门开的位置 对 因为它原来主卧室房门开的位置 是在那个方向 所以就是它主卧的睡眠区 其实不完整 没有办法有更衣空间 所以后来我就把主卧室的门 掉到中间这个部分而来 所以一进来呢 左边就是更衣间 右边它就是睡眠区 空间上它的布局上 会比较完整一点 OK 那色系的部分呢 我发现这个色系跟外面整个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其实主卧室我们还是会因应 可能女主人她的喜好跟需求嘛 所以她喜欢的是水蓝色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刷色上 就是以白色的木座做基底 刷上淡淡的水蓝色 就很简单很舒服的 呈现这样子的空间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书化妆台在哪边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后面这个地方对不对 对 那好棒喔 搭配一张跳色的蓝椅子 很可爱的椅子 然后你看这边是镜子有没有 那这边呢 对 这边就是收纳化妆品的部分 然后因为这边有采光啊 而且它就是一个很精致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这边收一个框 让这边的精致度产生 这样就可以了 对 而且搭配上那样子的窗帘 这个空间它的色系 我觉得还不错舒服的一个水蓝色 对 好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卫浴空间了 好不好 在这里对不对 对 听说卫浴空间也是你最拿手的 一进到这样的卫浴空间 然后看到它的地板 瓶砖的方式 然后跳一个像棋盘歌的图案 我直接画上等号就说 这是张星的卫浴空间 对 这也是经典的美式风格 就是配上一些仿雪白银壶的壁砖 然后配上这些棋盘式的拼贴法嘛 然后包含就是说我们在台面上 就是一样用食材的感觉 然后包含我们的镜框 跟就是洗手台的那个五金的部分 它都会有一些华丽度进来 然后来整个呈现美式经典的卫浴空间 那我们在客浴的空间 我们又呈现另外一种风格 整个是深色的那种地平起来的感觉 然后一样说华丽的镜框 特别是我很喜欢就是我们设计的 一个闭灯的方式 那个闭灯是整个镜子正中央 对不对 对 它是整个这样垂掉下来 它也是一个进口必顿 可是整间的感觉 它就会有一点点精致度 嗯 OK 五八二的设计概念 在树雅的基底中 以单屏点缀出乌珠喜爱的华丽感 跳色的单椅更能够丰富活泼的氛围喔 原本沉稳深色的空间 在美式温馨风格的重新包装下 有了焕然一新的脸孔 同时屋主喜爱的华丽元素 也借由单品来点缀 呈现温馨精致 同时又久看不腻的居住空间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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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